哈喽大家好,我是凤云 在2018广州市场上,马自达发布了CX8的类似 同时官方公布了其预设价区间 方案上,新车保留了好业版车型的外观造型 风格与新CX5以及新CX6车型相近 是最新时代的混动设计风格 使得方面,新车的长远高分别为4955 18 12 17 22mm 车距为29 30mm 相比日轨版仅在长度和宽度上有细微差别 类似,同样也用了日轨版的设计 仅从右舵布局转为左舵 仅与新CX5拥有着较高的相似度 整体中控台造型剪辑而富有层次感 同时搭配有全复制中控屏、多功能、方向盘、 一键启动、电子注册等配置 动力方面,过散CX8全系搭载二连五升创持蓝天直列四缸自然吸气发动机 最大功力192马力 传统系统预计将匹配六速手机一体变速箱 而价格上为26至34万元 新车将在12月份正式上市销售 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 在今天的车展上 上期大众新款图观正式发布上市 新车新增RLAN版本 外观方面,新款图观L与老款相比变化不大 而RLAN版原汁原味的保留了进口标准轴距板TIGRLAN车型的运动套件 包括进气口面积更大 且线条更厚重的前包围 车身同色车裙后包围 大尺寸后扰流板以及翼子版RLAN标识装饰等 类的方面,新车整体保留了现款图观L的设计 但在此基础上,其换装了与进口TIGRLAN同款的平底式多功能方向盘 而在配置上,升级了全一级仪表盘的同时 还换装了带有大纸寸中控屏幕的最新版车机系统 动力方面,图观L-RLAN380TSI车型将继续搭载2.0T发动机 最大功率220马力,传统系统匹配七速双零油变速箱 以及ForMotion四驱系统 价格上,本次共推出了8款车型 指导价格确件为22.68至345.98美元 新款你喜欢吗? 做了很久的BRD糖五座版本,今天正式宣布上市了 本次上市的新车包含了燃油板和DM板两种动力系统科学 外观上,五座版整体造型与七座糖并没有什么不同 尺寸方面,采换高分别为4870,1940,1720毫米 是一款标准的中型SUV 最主要的变化是内部的座椅布局 其采用了2加34的座椅布局 此前上市的几款车型均为7座版本 5座能进一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多类方面,糖尔燃油板搭载2.0T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205马力 风车有距329米 传统系统部分匹配的是6速自动变速箱 糖DM搭载2.0T插电式混动系统 该系统匹配的是6速144双零油变速箱 这套混动系统中,前轴电机的最大功率为149马力 风车扭矩为250牛米 后轴电机的最大功率为245马力 风车扭矩为380牛米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超过500马力 其最快百功率加速时间为4.3秒 而在价格上,本次共推出了6款新车共选择 这套价区间为12.99至27.49万元 你会选择7座还是5座版本呢? 在本届广州资产上,宝马全新一代X5正式亮相 同期开启预售并将于年底上市 外观上,现在在设计上更加富有能角 大尺寸的进气格山视觉冲击力高,几具辨识度 整车风格除了依旧延续以往的运动感之外 在视觉上更显年轻 同时线条的运用也让这款车看起来不那么臃肿 前大灯采用了最新的日间行车灯造型 并且加入了激光大灯 车灯侧面,线条干脸 后门处的上扬营造出了一种橙色感 侧位部分采用了全新的条带式尾灯组设计 并且还采用了双边共两株排气更加的运动 在车灯主人方面 新车的成分高分别为4945、2204、1791毫米 车距为2975毫米 类似上,整体上依旧有着传统的设计思路在其中 细节上,空调控制显示被放在了出风口中央 零形的出风口也更加精致 挡把是最大的亮点 为钻石切割风格的挡把头,非常的漂亮 动力方面,X-J540i将会搭载B58 3.0T直列6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340马力,最大扭矩450牛米 X-J550i将会搭载4.4T V8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462马力,最大扭矩650牛米 传统方面,与之匹配的均为8速自动变速箱 此外,新车还将标配X-J54G系统 并可以选装电子线滑插速器 本次预售共包括两款车型 预售价格为82-92万元 有想去订一台的吗? 一期大众奥迪全新一代奥迪A6L正式亮相广泽车展 今年的3月份,奥迪在日内瓦发布了全新一代奥迪A6系列 今年10月份,一期大众奥迪全新一代奥迪A6L正式下线 二款上,新车采用了奥迪全新的家族设计风格 大车色进气格上非常的有辨识度 全新的LED大灯有着多种规格 最高级别将配备全新的激光大灯 更是提供了多种外观套件可供选择 包括普通版以及运动版本 车灯侧面保持了中大型车的稳重感 同时腰线的设计也是非常的运动 车位采用了分体式尾灯 并没有使用A8L上面的贯穿式尾灯造型 但是点亮后的辨识度非常的高,很是好看 车灯尺寸方面,成本高分辨为5038-1886-1475毫米 轴距加长达到了3024毫米 类似设计为家族式的三屏设计 地表盘采用了全A金材质 中控为10.1英寸的显示屏 下方为8.6英寸的触摸屏,整体格际感满满 动力方面,国产色情将采用2.0T发动机 提供两种调校风格,分别为190马力和224马力 在未来还将推出3.0T发动机和混合动力版本 新车将在2019年1月正式投放市场 感兴趣的可以去车展看看哦 一汽丰田全新一代卡罗拉三厢版 在广州市场上全球首发 外观上,新车的前脸造型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 与两厢版完全不同 看上去更有凯美瑞色情的风格 相比豪爱的两厢版更加稳重时尚 测试部分,新车层次感丰富 采用了LED的尾灯组合度各装饰条 造型同样非常的新银 类似方面,暂时还没有公布 但据透露,新车将搭载中国版本专属的 12.1英寸中控屏和PM2.5过滤系统 在配置上,新车将提供有最新一代自行互联系统和自行安全系统 在动力方面,新车或将提供全新的2.0升混动系统 汽油全新Dynamic Boris系列2.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和电动机组成的混动系统 综合最大功力为180马力 该车预计于2019年上市 想买的可以关注一下 刚刚开幕的2018广州市场上 长安汽车正式发布了首款个性化教宝市场的中写SUV 长安CS85 新车采用了教宝16倍车身,风格十分独特 细节方面,车头前进气格三融入了较为复杂的试剧元素 搭配两侧锐利的大灯造型,使得该车前脸开上去十分的适上 同时,其前脸下方略带产型的前包围设计 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该车的运动感 侧面车的线条从B柱开始向下侵袭 整体视觉效果十分的协调 尾部一根多个视条将左右两侧尾灯主向连接,视觉效果不错 侧端尺寸方面,其成分高分别为4720,1845,1665毫米 周距为2705毫米 类似上,新车采用了三富士多功能方向盘 并搭配有大致寸的中控液晶屏 中控屏下方整齐的排列有空调出风口,控制按键等很有科技感 此外,座椅采用了织物和皮革相拼的面料包裹 并为后排乘客提供了空调出风口等配置 进一步提升了乘坐舒适感 风力方面,新车将搭载1.5T和2.0T两种动力选择 其中2.0T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233马力 1.5T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78马力 专门方面搭配的是六速手机一体变速箱 这样的造型你喜欢吗? 期待很久的一期丰田亚洲龙也在今天的车展上正式发布了 新车基于丰田TNGA架构打造,定位为中型轿车 二观上,整车造型设计与好要版车型保持了一致 跨招的进气格三霸气十足,有着很强的侵略性 大尺寸的横向拉伸设计,扩宽了前脸的视觉感受 A柱的轻角更大,车身线条也更加趋于平缓流畅 尾部观穿式的尾灯,双边共四处的排气布局和扰流板 都很好的提升了新车的运动气质 尺寸上,过山版的亚洲龙不会对车身进行加长 三分高分别为4980,1850,1440毫米,轴距2870毫米 类似方面,整体设计风格还是以稳重为主 新车将提供多种不同风格的类似,包括黑色、灰色以及米色的 周控区最吸引人的是9英寸的屏幕 集成了常规的多媒体功能,操作便利,支持苹果CarPlay功能 配置方面,新车将带有真皮座椅,全景天窗 以及车门试板的缝布设计等 动力上将率先提供2.5升自然吸气和2.5升混动两种动力 其功率参数将与广汽封点凯米瑞相同 最大功率分别为178马力和209马力 传统系统匹配八档手机一体变速箱 有精气、普通和运动三种驾驶模式可选择 混动车型匹配的则是ECVT变速箱 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新车将在2019年3月上市 你会选择它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上报关注Widget的微信公众号 或许更多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